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是白糖跟蛋 现在有的机器也好多的 是 要手工以前我们要人流做 搅了搅多久 新的 新的 没有时间翻面 这个粉里面是米粉 面粉 我们自己都配置了 加发酵粉 这个是没有添加剂的 粉加慢慢加的 是啊 慢慢慢慢加在鲁路里面 4点半开门 哇 它天还没亮哦 那必须的 几十年都一样 到我这边都不有态了 所以我们三百年老天不正式会议室 这是民间传统的半手工的 全天然高点 就一天卖到晚 对 这一轮会多少斤 半啦 今天 这个不好做哦 年轻人好像挂一桌 太辛苦 4点 有几个年轻人愿意4点起来 还有一点个十字元 没年没节的 占价多久 25分钟 我们不做加盟店 只有这一家店吗 有五六家 自己家人做不好啊 这个老公是绿姐妹都可以做的 我们是卖两种蒸两种 慢慢来 尽量保持卖出去的米糕都有温度 现在这个阿姨她婆婆啊 已经快九十岁还在做这个米糕 她在另外一个门店卖 一斤多少钱啊 一斤十八 吃起来松暖Q弹入口计划 基本上百分八十是老物客 快递寄到山海啊 寒州也都在寄 但是只是冬天寄 夏天我们不给客人寄 这个是福州的传统糕点米糕 家店已经做了五代人了 第一眼看以为是蛋糕 它其实跟蛋糕有点不一样 哇 摸起来很松暖 很有弹性你看 按下去它就弹起来了 跟摸海绵一样 完全是不会变形的 试试一下 它吃下去啊 鸡蛋味道很浓郁 可以说可以入火就化 而且咬起来啊 它不是那种非常松暖 它是吃起来是很有劲道 阿姨告诉我们 就是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可以吃的 它在掰开是很好掰 你看 但是咬起来就很有劲道 这当早餐啊 当茶点都很不错 像它这一斤是十八块钱 它这做一锅很麻烦 阿姨告诉我们它每天是 四点左右就开始做 做到晚上 所以时间做机会长长很辛苦 他说年轻人基本上做不来 再来一个 还摸起来真的跟海绵一样 吃起来就跟蛋糕完全是不一样 它是咬下去很容易断掉 但是吃起来是很有劲道 它这个是用那个 用一定比例的面粉 还有米粉调配出来的 然后搅拌了搅拌一个多小时 真的要蒸二十几分钟 然后时间还挺长的 那这些我就慢慢吃了 我们这期视频欢咬着 个人觉得还是蛮值得推荐的 大家喜欢可以试试尝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